鞭炮聲鎮耳日籠 民眾捂住耳朵 因為鞭炮聲真的太大 封年過節 民眾相約出門放鞭炮 有的人在家門口也有人約空曠場地 但深夜時間放炮真的很擾民 算是擾民吧 就是因為他們 就是再怎麼慶祝也不可能慶祝到那麼晚 光是在陶仁市今年過年期間 就接貨388件煙火妨害安寧通報 因此陶仁市環保局決定修訂噪音管制規定 祭出新法規 陶仁市環保局新規定指出 春節 中原以及中秋等三大重要節日 全都禁止在凌晨2點到上午8點期間內 放煙火 違規民眾可罰至少三千元以上 預計還會再調高罰還 除了政府寄出規定外 中原節放炮禁忌也要小心 因為好兄弟太多了 那整個街道 這一小巷全部都是好兄弟 等於是說會抓到他們了 收稅民眾被炒民俗信仰好兄弟也受不了 陶仁市政府新規預計調高罰還 希望能讓民眾耳根子能再親近一些 三立新聞時民起 洪瑞里桃園採訪報導